今天我做了糯米面的油炸糕,外皮酥脆,内里软糯香甜,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喜欢的跟我一起试做吧 200克糯米粉中放入3克酵母,5克白糖,160克温水,搅拌成面絮 下手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,醒发至两倍大 这是醒发好的面,搓成长条,切分成等份的面剂 取一个面剂,整理成圆形,放上自己爱吃的馅,我放的是豆沙馅 然后用虎口收拢法,收好口 再团成小圆球,用掌心按压成小圆饼 全部做好后再次醒发10分钟 锅中油热,放筷子立即起小泡,放入做好的饼,转小火慢炸 炸至一面金黄,翻个面,炸至两面金黄熟透,控油捞出 这样做的油炸糕外皮酥脆,内里软糯香甜,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喜欢的朋友收藏试做吧,感谢大家的支持